三星堆文化遗址成为至今无解的情侣团团 三星堆和兵卖勇就是考古在国际上的两个代表性符号 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而且也出土过很多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 三星堆曾经出土过一件神秘面罩 这件面罩是黄金制作而成 今天小豆芝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加关注 点亮你们的小五星哦 三星堆文化距今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 当时的人们根本不会炼金 那这些黄金制品的原材料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人类对金矿的开采 历史并不算早 黄金的融点超过一千十十度 而人类燃烧墨烫根本达不到这一水平 所以在文明早期 青铜器便是人们演练金属的主流 那是因为只需要八百十十度 青铜就可以融化 早期人类既无法去融化黄金 也不具备淘金技术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这些黄金制品都是用狗头巾打造的 可能不少朋友不知道狗头巾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这种东西本属于天外来物 而掉落在地球上被人类减实或者挖掘到 才有了一些黄金面具等黄金制品 狗头巾又叫自然巾 它并非纯金而是多为合金 但黄金含量较多 虽然不是纯金 但狗头巾数量稀少 所以现在市面上狗头巾的价格比纯金还要高 相当于纯金能5到7倍 实际上三星堆公布的黄金面具 是一只中发现的第七个黄金面具 或许 史前文明中的人们在地上发现了狗头巾 并对黄金顶礼膜拜 黄金质地较软 只需稍微加热就可以加工了 这或许是人类早期对黄金都还不释手的原因 好啦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啊